大家好 今天这段视频是我加入的一段视频 不是说每天早上七点档那个视频 就是加入的 有的时候我的想法和所思所感 如果一旦没有了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就没了 因此我就会把我的想法 就马上的通过这种视频的一个方式记录下来 因为我现在不爱用笔头写了 除了学习用笔写一写之外 那么想法这个东西我认为用这种视频的一个方式去记录 非常非常好 而且简单明了 自己回头一看 当时是这么想的 还有过这么样的一个奇思妙想 非常不错 再说今天我的奇思妙想之前 我先跟粉红说两句话 就是发现最近这帮玩儿在我的评论区特别活跃 又开始多了 我记得我以前特色过一批 要给他们放出来了 完了之后这帮玩儿呢 又换了一批新人来咬我 我就和解这网上的粉红 怎么这么成熟不穷呢 这是主团来的吗 还是被洗脑洗傻了 完了我一看到完这帮粉红吧 我就在想 这中国人确实 确实骨骼非常惊奇 脑筋非常的惊奇 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所以说中华民族 就是有一部分的中华民族的人 你说他算这个种族的人吗 他也算 为什么呢 黄皮肤 黑眼睛 黑头发 那也算 但你说他是中华民族人吧 那我认为中华民族按理说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文明啊 那怎么还能产生出来这种垃圾呢 那这个也是让我确实感觉到非常崩溃的一个地方 那因此就引出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啊 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国 为什么能成为这个晒来样 就在历史上 咱们今天讲历史的不讲现在 就现在也是晒来样啊 咱说讲历史的 就当年I Chief那段 就是最血腥的那段 被日本人侵略的那一段 我今天在刷那个推特 我无意间就浏览到了一个图片 就当年日本人在屠杀南京人的时候 一个图片 这是日本的新闻报纸吧 报道了 说有两个士兵还是少卫 日本的当年的日本鬼子 当年确实叫日本鬼子 不是说骑士他 那就是鬼子 我当年的日本鬼子 就跟那地方 还拿把那五四军刀 跟那一叉眼 跟那一战两个人比赛 说杀了不少人 我当时我看完那个新闻报道啊 我就合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报道这个玩呢 那你说这个大和民族 确实他在历史上确实很垃圾啊 就他们这个民族也挺怪的 日本 你别看我学日语啊 我学日语是为了了解他日本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说他先进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去盲目的崇拜日本 我没有这个崇拜的一个心理 我对谁其实都不崇拜 我崇拜什么呢 我崇拜上帝 我崇拜真理 我崇拜真善美 完了你说崇拜哪个民族 崇拜哪个人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啊 除了我崇拜上帝之外 剩下的我就崇拜这种文明 就这种 就这种好的文明 好的思想 民主啊 法治的一个思维和思想 再有一个这个治国理念 我推崇这个 我从来不说哪个民族多好啊 哪个民族怎么怎么 天下民族都一样啊 都是人 都是人 就是有的发展的快一点 有的发展的慢一点 完了有的民族垃圾多一点 有的民族垃圾少一点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 我看完那个画面之后啊 就那个照片之后 我自己内心呢 就是久久不能平静 这不是说我 就是说这不是因为从小 当局洗脑教育给我洗的 这不是跟他没有关系 就我 我就我不洗 就是从小没有接受那个洗脑教育 或者是说 当年的洗脑教育 没有现在很 现在是什么什么思想都加入到小 朋友课本的 当年我我上小学的时候 没有这样 不至于 我当年还是挺好的 就那个是也不也不能说挺好 当然也宣传那些的革命劣势的一些东西啊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特别好吧 但相对来讲没有现在这么变态啊 没有现在这么变态 当年还跟现在一比 那还是不错的啊 呃 所以说不是说因为我受这个什么洗脑教育 什么呀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看完那个东西 就一正常人的一个价值观 你根本不会想到 说这玩意儿呢 还能在报纸上报一下 就我哪天杀了多少人 这个报纸上报一下 你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变态了啊 就特别变态了 他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 是法西斯 因此现在日本那个国家不还没有部队 还叫自卫队嘛 完了他这个武器呀装备呀什么的 还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所以说你看历史上有过发动这种战争的一个民族 为什么到今天还要警醒 根儿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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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括德国有没有纳粹史 有吗 根儿不好 所以说那些这个法西斯的那些玩呢 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轴心国呀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此对于这些玩意儿都要防范 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老在想 我说文革呀大跃进的这个东西一定要防范 你历史上犯过错误我跟你说 这个根儿就好不了 有那个种子有那个根儿 你大小平南巡的时候还说 说现在呀 这不是说说当然这个要这个防范诱 就是不要过诱 但是呢主要是防止主 大小平当年不说过这个事 是吧 所以你看人家这伟大的人物啊 这历史的政治人物 还是有这个可圈可脸之处的啊 这不要一杆子把人家都拍死 那八九有是有这个过犯 但是啊他也有他的这个其他的方向 他也有说的对的地方 也有说的对的地方 所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呢 都得看都得看 但总体来讲那只要杀人了就是不对的 那我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没有说什么 就是过分的去褒奖的一个意味啊 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没有说什么 为什么我说杀人就不对呢 如果你通过一种邪恶的手段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完了你说这个是为了这个 为了他为了为了这个国家好 或者打的这个旗号 我认为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啊 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通过法律去制裁 这个是可以的 一个社会有法律有法度 但是你不能说你拿军队去嘛 你这叫什么 你这这这这要战争 那难道是人民的战争吗 难道真的是又来内战了吗 这显然那个不是嘛 如果是真的是战争的话 那都是敌我双方都枪对枪刀对抖 都是这样 那当时那一帮都是学生嘛 那手无寸铁啊 你这完全是太欺负人了 所以这种情况 你让我去怎么评价这个历史的事情 那没法评价嘛 你要我现在这个墙内我没法说 对吧我也能评价 但是现在没法说就先不说了 回避一些这个 就是特别特别这种就是 你说完了你就要消失的话题 就回避回避也得回避 没办法 所以说当一个中国人懦弱嘛 就懦弱在这儿的 但是我从来啊 我从来不会说去 比如说有敢仗义之眼的 有敢说的我不会去劝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不到的事情 他替我做到 但同时他也承受了那种 比如说有牢狱之杀呀 或者怎么样被打击了 那说句实话我在那些里 我是佩服他 你比如说陈秋实 那其实我是佩服他 你不管他 我陈秋实有一日啊 说拿那个酒精烤胳膊 完了还留个把 就这事我说说实话 我还真理解不了这个陈秋实 你说你有什么必要去去 就也没实践一下 你自己拿火撩胳膊 你这也太太吓人了吧 但是就他其他的方面 你包括去香港的一个采访啊 包括在武汉的一个采访啊 那这些东西 我认为他做了他自己认为对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他有他自己 所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在 那他敢说 那我不敢说 我不敢像他那样 所以说但是我同时我也不愿意去劝他 你说什么他陈秋实你别去了 你别做你的自己的事没有必要 因为那是勇敢的人 那是勇敢的 每一个社会当中都有特别勇敢的 相对勇敢的和极不勇敢的 那还有一帮人 那就是那什么了 就胡一进那些舔狗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是不一样的 能做到哪个层次 就做到哪个层次 不断的攀升 不断的进步 那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说我从来不会去劝别 你别说话 他都别说话了 消停点 现在我听到封声的 老紧了 千万别自身 如果这个社会都不自身的 那不就回到过去了吗 如果再不自身的话 你回到文革也不是不可能 那以前的温家门不说过 要防止文革 文革的这个复辟 文革的再次的一个发生 你包括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个玩意 那是什么呀 那还用说吗 谁不知道啊 著名的律师什么李庄 不就因为重庆的案件吗 辩护吗 被剥夺了这个律师的一个执照 律师的一个资格 大家都去查一查 这些人都是在中国 就是真真实实的在生活在中国的人 都是切实的 就是 就是真的 他们真的是关心这些人 那无论这个人是你所谓的黑社会啊 是被告或者是这个人是好人呢 他都会去进一个律师的一个职责 我那时候看台湾一档综艺节目 就是康熙来了 有一个女的说 为什么不喜欢律师呢 虽然因为律师他也会为坏人辩护 所以说 太坏了 完了他说完这句话 我就感觉确实这演绎工作者 有的人对于这个法律 他了解的不够深刻 在没有判罚之前 他这个人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他不是个坏人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有律师去给他辩护 你不能为审宪判了 那谁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最后有什么什么大反转的 那李文亮一开始还是被训诫的 还是造谣者的 那最后疫情大流行的 他反转了 他就成英雄了 你没有人去辩护 你怎么知道他最后 到底是坏人是好人呢 因此给坏人也要 就所谓的犯罪嫌疑人 也要有一个律师为他进行辩护 之后接受这种公正的一个审判 把他判罚 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完了 中国可有意思了 最后把律师给判了 把律师给判了 所以说这非常搞笑 那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完了咱们今天不说那个什么吗 说那个南京大屠傻的事 完了我就看完这个东西 我就在想 我说中国当年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那么多 那日本他是一个岛国 大丸之地 那跟中国的领土面比 那真的是九牛一毛 他一共才一亿多人 虽然也不算少了 但一亿多跟中国比 那真的是某某雨 再一个他那个地点 他那个领土 他就那么大点 还老有什么地震呢 海啸啊什么的 多灾多难 那就是这样 完了就这么一个地方的人 一亿多的 一亿 就现在才一亿多人 当年侵略的时候 人应该更少一些 那具体我不知道多少 我没有去查这个数据 我不跟大家说 但是跟中国比 那自古以来 他就是没法比 你说他那个评假名片假名 还跟中国学的呢 他那汉字 就他那个字 都没有 他跟中国学的 你说他那个文化什么 他受中国影响有多大 所以说 就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么样的一个民族 给中国这么一个巨人 得欺负的跟笋子一样 完了搁南京 还有那大拖沙 那就这个事你说 我也在思考 咱们中国人啊 他为什么当年能挨起 说是落后就要挨打 那确实是落后挨打 那有没有咱们自己骨子里 那种懦弱 或者是说不懂得反抗的 一种精神在 就没有这种反抗的精神 我就看那个照片啊 就是日本军人展开那种 血精的大屠杀 非人类的残军人丸大屠杀 那还有人去看呢 就比如说给这个菜 个菜市口给人杀掉了 还有一帮中国人围观看 这不多麻木啊 多麻木啊 一说这个事我想起来了 最近不有一个小学开学典礼吗 开学典礼 那个校长跟那地方讲话呢 电视台采访 后边就有这摄像机 就偶然的捕捉到了一个孩子 就当时就昏倒了 那孩子昏倒之后啊 就旁边的这些人 就学着没有戴个红领巾都戴红领巾 没有一个上前去关心这个小朋友的 就是我的小朋友 我同学倒了到底咋回事 我去看一看或者找老师 赶紧救救护一下 没有 完了这校长讲完话之后 这帮孩子还拍手了呢 一个孩子倒了 一个 一个你们的同学同胞倒下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就倒在地上了 完了还能够听那个领导讲话 还能拍手了 你说中国这个孩子 独老奶教育 是不是奴性非常强了 你就这么帮杂碎 就这么帮玩呢 培养的就这玩呢 当然这些孩子也不能说是杂碎了 因为他们属于说就孩子 孩子嘛 还是能教育好的 但是我说这培养的就是杂碎嘛 你说你培养这么一帮杂碎之后 一点关心他人 一点这种应急处置的一个能力都没有 就这么个玩呢 你说你说你以后他代表中国 你信吗 他代表的红领街入少线队 完了你说能对这个国家 对怎么地 能把这个国家整到富强 又民主 又法治 你歇菜吧 你同胞都倒下来 你都不知道过去问一问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身边的人 你都不知道过去服一把 还跟他鼓掌呢 这不一帮傻子吗 这不是培养的 这不培养一帮奴隶吗 所以说 为什么当年日本人能侵略中国 能侵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为什么 事实上就这帮傻子在 如果他真敢侵略 所有的人都拿起枪跟他干的话 他敢吗 有的人说说中国当年落后 说咱们没有那个抢 没有那个炮 那不会学吗 不会找吗 不会要吗 再一个美军强不强大 厉害吧 阿富汗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吗 那越南和美国比 美国强不强大 他不也是解决不了吗 那不后人还是北越成功了 胡志明成功了 那你还说什么呀 那不就越南人确实能打仗 确实就能干 这个是 我又看那些历史的 确实好斗啊 所以说那你说 ,怨谁呀 到底怨谁呀 难道就是武器精良吗 那你说当年国民党还武器精良呢 他咱没打过共产党呢 跟他玩的有关系吗 有关系 是有关系 但 但这个 这个关系很大吗 我觉得不至于说那么大 因为什么这个技术的这个东西 武器的这个东西 它都是相同 就是你可以给他 哎 弄过来 你可以这个灵活一些吗 你可以先这个保存有生力量 你打有几 你先搁山里头先打一下 玩的弄这些武器 慢慢倒腾 等有一天 武器好了 相对来讲好点的 武装起来 他打有几就完事了呗 就跟他干嘛 你所有的人都跟他干 所有的民众都跟他干 上下一心都跟他干 他统治个谁呀 他统治个屁呀 他有枪有炮能怎么 没有人听他 所以说这个就是国民兴的一个问题 如果颁布了一项恶法 所有的人都不执行 这个法律就是一直空闻 这不就叫新奇吗 所以看完这个之后 我就对 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 确实 中国人还是应该有的 就是真的你要敢发声 你要敢对这种不公平的事情说不 说一个不是很难 对于中国人确实很难 但是你要敢说嘛 你不说 你一开始不说 永远就不说不了了 那最后就是哑巴了 聋着瞎着哑巴 这不就是现在目前的中国人吗 我看有的海外的自媒体 你天天就是怨这个当局怨中共 说塔培啊 有没有他的因素在呢 当然有 我不回避 但是主要我还是说 就是我没翻墙之前 我确实当年对于这个国家认识 没有翻墙之后清 就是清洗 但是就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体制存在问题 我也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一帮人跟他说假话 天天找那个贪污受贿 盈盈狗狗的事 你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 应该有的现象吗 当局课本里头也没写 要给领导送礼 要使劲的表现 进学生会 玩入党 入党好获取利益 完了再贪污腐败 就是 就党章里不也没写吗 当局的课本里不也没教育 你这么学吗 不也教你什么二十四孝 什么要注意礼仪廉 要帮助有爱 不也教这些好的东西吗 但是你进入到这体制以后 一看 根本压根都不是说的和做的 完全是两面派吗 或者你一进入到社会一看 那么完全这帮玩呢 教的和说的根本都不一样 就是一帮人渣 所以说 你自己一个是非分辨的能力没有吗 这点道德和礼仪廉恥没有吗 那好 那这个事情咱就告一段落了 咱们说这个事 南京大屠杀屠杀咱们十万人 历史一定要铭记 这真的是这个家国仇恨 你不能够忘记 他有这种基因的民族 一定要警惕他 一定要警惕他 好的咱们学习 虽然我学日语 我是想了解他的文化 就他文化里头好的那部分 他的日本军国主义 我坚决要抵制他 我肯定是 我对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容忍的 那再一个 你看啊 南京大屠杀屠杀了咱们 南京是十万同胞 非常血腥 那全中国就 比如说吕顺哪哪哪哪都有这种屠杀的纪念馆 那这个事情咱不说了 咱们一定要铭记啊 我今天告一段落 因为说的够多了 咱回过头来说咱们的近代历史 这帮战狼和粉红拥护鼓吹反日啊 咱们反日就刚才我跟大家说那些东西啊 我也反感他历史上做的这些东西啊 但是今天你该交往 该互相贸易什么的 你害害得弄 因为你毕竟没有人家陷进 你跟他进行贸易的一个沟通 贸易的一个往来对咱们是好的 那邓小平当年他那么了解历史的一个人 那他不也去日本和日本首相啊 进行联络呀 跟这个松下信资助啊 日本的这些财阀啊进行联络嘛 来帮助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 所以要变通嘛 不能狭隘嘛 那你说中国这些战狼粉红 为什么我说这帮玩意是砸碎呢 他是精神有问题的 你看啊 南京屠杀咱十万人 日本在中国就屠杀咱们 屠杀了很多人啊 那这个数字 我我我听到的这个数字啊 远远没有这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死的 多吧 对不对 等我一会我去底下我查一查啊 就是我以前我了解到 因为我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 完了我一会把确切的数字 给你也打上来 就比如说日本清华时候 一共杀了多少人 完了咱跟文化大革命比一比 看看哪个更多 我去查一查这个相对来讲 想死的一个史料 我就看一下 那我在想 你说这帮粉红你 你你文革 呃 大跃进 死了 加一起 最少四千万 最少四千万 那你这四千万 远远要高于这个日本鬼子吧 那那换句话说 那你说文革和大跃进 是不是比日本鬼子的兽型还要残忍 而且文革是怎么个杀法啊 我跟大家说啊 他是先羞辱你 他不不给你拿一刀痛快的啊 他先羞辱你 从精神上折磨你 你本来以前是个领导 啊 是一个中央的领导 给你变成阶下球 给你挂破鞋啊 给你往身上砸鸡蛋的什么的 羞辱你 把你的尊严全扫地了 完了之后 让你跟那就是躺着等死 你看刘少奇就这么死的 这个还不够狠吗 日本人是受刑 一刀给你杀 确实 受刑 文革呢 文革是慢慢折磨死你 哪个更狠 这帮粉红战狼 这帮玩伦 这帮杂碎 你说你们天天这个 记得什么日本的这个东西 行可以 中国的你怎么忘了呢 中国历史上犯的错误 你怎么忘了呢 怎么那么健忘呢 按理说文革大跃近 离咱们更近 比日本那个还近呢 你忘了 怎么就不知神了呢 怎么就不锁了呢 你都得锁嘛 都是受刑 为什么那个受 日本人的受刑 你就铭记 完了中国的受刑 你就不铭记了呢 你这不是变态吗 这不是 这不是脑筋不正常吗 所以说我想跟这个 就我底 我评论区底下 这帮粉红杂碎说一说 就这帮玩上 确实啊 中国为什么能现在这样 就是因为有这帮玩上作祟 他连一个基本的礼仪廉 和良知都没有 完了我看那个 还有人用这个江泽民的话 个底下评论啊 可爱用了 叫这个too simple too naive 就是太简单了 太太天真了 太幼稚了 老用这个江泽民 就这帮粉红的帐 他根本自己都没有什么词汇啊 就会整那个食人牙会的那个事情 老说那个玩儿 完了整一段中文 完了夹一段这个too simple too naive 哎 你看这就是二椅子说话吧 你看这些战狼粉红 他就是个二椅子 他哪是个男人呢 他是二椅子不 一会中文一会英文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英文 他是他他是洋 洋人 他还是中国人 就二椅子嘛 串 杂种 这就是中国的炸狼粉红 就是杂种嘛 杂交的一品种 所以说他们代表不了中国 他也代表不了中国男儿啊 或者是中国人民 中国中国人 他是有骨气的 他是有脊梁的 他也是敢于发声和说话 因为过去有鲁迅 有鲁迅的有这个胡适啊 起码的这都是正常人嘛 能说点正常话嘛 所以说中国人还是可以 有一部分人确实非常的不错 那咱们就应该 那个 就关注这些不错的人 对吧 你关注这些 比如说胡适 他是属于一个自由派 他到这个台湾之后 李敖说他连这个 蒋介石都敢批评 就蒋介石不独裁吗 各台湾 胡适也敢批评 还有那个 就比如鲁迅 鲁迅那是毛泽东推崇的一个人了 当然现在有点下架了 就是鲁迅已经不得势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就是鲁迅不老强调斗争 鲁迅不老强调这个斗争 就老斗斗斗嘛 但是一斗吧 就可能当局就怕乱了 就把他这个 这个东西又下架了 但是现在不又提斗争了吗 我估计鲁迅过两天又该活过来 他玩了这 鲁迅的死活啊 就是看当局需不需要他 他需要他 他就活过来 不需要他 他就死掉了 所以说鲁迅那个东西 在课本里头 篇幅是多是少 就看当局需不需要的 很搞怪的一个事情 但是鲁迅比如说 以前写的那些文章 什么人血馒头啊 祥林嫂啊 这些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阿Q啊 这多么鲜活的一个角色啊 那就是中国奴才的一个样子 对吧 那就是中国奴才的一个样子 反映的出来就是中国的愚昧啊 奴才相啊 就是这些落后的一些东西 那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 我本来啊 这个我想加录就加录几分钟 我原本就想录个十分钟啊 十五分钟就完事 我没想到啊 这个又是半个点 可能我我即便就说这么一个小事 我就灵光一闪的一个东西 也能也能说这么多啊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我这个确实太会发散思维了 那可能看我视频的伙伴就喜欢我这种发散思维 就是我每回我想说的东西啊 我都会扩展 而想到哪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啊 就是这种发散思维 头脑风暴 我认为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才是真正的记录我的话语 或者是说记录我的所思所想 如果我不是说有这种扩展的话 就说那十五分钟以内的一个东西 那那个东西我觉得 嗯 我没有发散 就没有思考 我觉得就没有提高 所以说每天这个视频能扩展这么多 我也是挺高兴的啊 那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希望大家在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一下啊 再有一个如果伙伴们有时间的话 就是把我的视频的广告看完 如果特别长呢 就不要看了 就有的就是 我看有的视频都半个点儿广告 不知道为什么给我加的是半个点儿 那就不要看了 因为太长了啊 那如果比如有的这个三两分钟呢 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 就当支持小牛 那就支持我了 我在这里呢 感谢大家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录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